颜色艳丽的石头 久治不遇的胃病 这两者究竟存在着哪些联系 石头就有可能被挤到胆囊的颈部 引起右上腹的胀痛 又有着哪些不正确的生活方式 容易诱发胆结石 不吃早掺蛋是容易形成胆结石 不吃早掺蛋是容易形成胆结石 看我们眼前这72颗形态各异的石头 它们有的形似玉米粒 有的又像是塌山之石 每一块石头的表面都被打磨得如此光滑 它们究竟出自谁的手 大家猜一猜这究竟是什么 像那些石头的感觉 石头是什么石头呢 那说你觉得呢 我想可能是胆结石吧 别想的吧 好来听听我们专家的说法 各位嘉宾说的非常对 这就是结石 是胆结石 是胆囊内形成的结石 我还要告诉大家 这72块石头 都是从一个病人的胆囊内取出的 这72块石头 都是从一个病人的胆囊内取出的 今年44岁的志永青 是北京一家餐饮公司的会计 从入行到现在 工作一直勤勤恳恳 直到2015年的年初 突如其来的胃疼 让他连正常的工作都无法进行了 这个胃经常性的感觉不舒服 最初几个月吧 就是反正一周能一两次 或者是两周一两次这样的 就是特别难受那种 就是发胀的那种难受 就是尤其是在空腹的时候 就是特别难受 要是吃点东西呢 就能稍微缓解一下 去医院那个看了以后 最后就做了一个B超 做B超发现说是有胆结石 其实大夫也是说 说是那个什么 可能是胆结石的原因 才造成那个胃疼和那个后胃疼 其实像志永青这样的病 也并不少见 我们眼前的这个年轻人 名叫王进伟 今年24岁了 然而就在三年前 一次突如其来的腹痛 让刚刚进入大学校园不久的他 失去了本该属于他学生时代的快乐 晚上回来就感觉身体很不舒服 大概在晚上十点多 十点多左右就感觉腹中比较脚痛 腹中比较脚痛 然后我就去了医院 虽然说王进伟改掉了以前很多不好的生活习惯 也开始服用一些养胃的药 但是他五年来很少吃早饭的习惯 依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他五年来很少吃早饭的习惯 依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当时疼痛真的是无法表述 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 疼得满床打狗 好不容易挨到天亮 王进伟赶紧来到医院 诊断出的结果是胆囊炎胆结石 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想到过自己会得这种病 当时自己才21岁 感觉这种病都是老年人或者是中年人才会得的病 我这种青年人并没有得这种病的可能 所以说当时心里比较没办法接受这个事情 胆囊结石是一种40岁以后才会多发的一种胆囊方面的疾病 可当时才21岁的王进伟又怎么和胆囊结石联系到了一起了呢 在诊断为胆结石后 医生向我详细的询问了我的生活习惯 当时因为在以前我是比较不在意生活习惯的人 早餐经常不吃 以前我是比较不在意生活习惯的人 早餐经常不吃 其实志永卿并不是家中唯一一个得过胆结石的人 早在十年前 志永卿的哥哥就因为曾经得了胆结石而做过手术 兄妹俩都先后患上了同样一种病 难道说这种病还具有遗传性 那么志永卿的哥哥当年又是如何患上胆结石的呢 他经常喝酒生活晚上熬夜 这个是我知道的 他估计早餐也基本没吃过 因为一般晚上睡的晚早 真的差不多十一二点才起床了 不存在吃早餐的问题 都睡梦中解决了 因为一般晚上睡的晚早 真的差不多十一二点才起床了 不存在吃早餐的问题 都睡梦中解决了 他就是这样 这么多年了 他可能从大学毕业以后 估计就没怎么什么过 通过与他的攀谈 我们了解到这样一个情况 这是志永卿向我们介绍的 他最近一周时间的用餐情况 通过这张图 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 在图表的早餐一览中 他几乎是没有吃过任何东西 而晚饭也相对过于丰盛 在这个饭店里面 七八年了 就是自从到这个行业里面做 那个什么 工作以后就基本上没有 按时吃过早饭 而且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不吃早饭 完了午餐一般也是没有按时 也吃的相对比较油腻 还有那个晚餐也是 反正基本上一日三餐 就没有按规律的吃过 那么志永亲兄妹俩 先后患上胆结时的病症 难道都是和经常不吃早饭有关系 我们看这个短片 因为短片里面讲到您哥哥 就是好像您在短片里面讲说 那个哥哥大学毕业之后 一直都不怎么吃早饭的 是吧 对 他的生活也是很不规律 很不规律的 但是就哥哥因为在这之前 因为很多年嘛 然后他是比你更早的时间 查出短片时的 对吧 那个时候您有没有想过 哥哥是因为不吃早饭得的 有想过吗 没有 但是没有 所以我们看到 您和哥哥一个比较一致的 一个东西就是都不吃早餐 对 这个不吃早餐 可能是与这个短片时 我觉得有比较直接的关系 我们听专家讲了 现在我们再听李主任 再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不吃早餐的是容易形成胆结石 是不是三餐里面就是早餐 和这个胆结石是密切相关的 因为我们三餐的间隔时间 是早晨 这个不吃早饭 那么从晚上到第二天中午 它间隔的时间是最长的 胆质的分泌量是比较多的 对 所以我们到早晨的时候 一定要进食物 然后让它很好的去 和食物去相容 去分泌这个胆质 是这样吧 所以早餐是最重要的 就是早餐把这个一晚上的 这个浓缩的胆质 都让它排出去 对 不见食物的消化 因为一这个早上不吃早餐 就很容易得胆结石 这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原因来讲 恐怕这个胆结石 如果年轻人不注意 早餐这个进食的话 它可能发病率 也会呈现年轻化的趋势了 是吧 这个胆结石的发病呢 就是说近几年呢 无论在年轻人 中年人和老年人 它都有一个增加的趋势 那么现在的年轻人呢 这个随着这个工作的压力的增大 他的生活节奏也快 每天的早晨 充充忙忙 他们很少有能够 吃这个早饭的这个习惯 再加上中午呢 就是匆匆的就臭乎一点 到晚上的时候呢 他们经常就会摄入到 过多的这个营养物质 比如说蛋白质脂肪 然后呢 他们又没有这个 这个时间去运动 这样他们就会在 很年轻的时候 就出现这个肥胖 出现高血脂 有的孩子们呢 可能也会有脂肪肝的 这些表现 我们在临床上 也是经常能遇到 那么这些因素 都是引起这个节食 增加的一个因素 所以现在年轻人的节食 是比以前要多见了 还是和我们的生活方式 密集相关 你看那个谁 赵金城一直在 看来你好像是不吃早餐的 我不吃早餐的 嗯 我看出来了 我想问一下 如果我加一顿宵夜呢 这个问题多有趣啊 对挺好的 那可以吗 这个一般来讲呢 就是晚上吃宵夜呢 吃完以后呢 就是就开始就要休息 这样的话 就是说从这个力胆的角度上 食用这个食物以后 可能会促进胆汁的排泄 但是整体来讲 可能还是从健康医学角度讲 还是不主张这个晚上 在吃夜宵的 吃完就休息 可能对人体还是 还是好处 还是不是特别多 尤其是你看 如果是那个演员哈 要保持身材的 其实这个宵夜就更加不好了 就刚刚李主任讲的 你吃完了以后 因为没有消化的时间了 而且按照我们人体 就中医的角度也是 顺应四十的 包括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 这个周期 周夜也是一样的 到了晚上以后 各个器官都要休息了 他进入了一个修复的状态 所以晚上不能够说 这个时候还让胃工作 胃这个时候说我要休息了 但是你吃了东西之后 还让他工作 可是他没有工作呢 你休息了 你睡了 是吧 所以我们老说 这个天人合一 中医的思想 病因查清楚了 那接下来就是要治疗了 开始医生就是很明确的就讲了 说我这个就可以 就是有症状了 就直接切掉 胆囊就不需要 那个没有它的功能了 就让我切掉 后来回家跟我爱人也商量 就觉得 胆囊它既然有这个器官 我感觉肯定是有它的功能的 能不切还是不切掉的 胆囊虽小 但是它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它不仅能够储藏胆汁 同时还能够帮助人体消化食物 这也难怪 当听说要切除胆囊 志永卿会退缩的原因 很快 志永卿被安排住进了医院 医生通过对他的胆囊 进行检测后发现 他的胆功能还十分健全 没有必要对胆囊进行切除 只需要将里面的石头取干净就可以了 手术被安排在了两天后 经过了八个小时的奋战 医生成功的将长在志永卿胆囊内的结石 清除干净了 手术后一周的志永卿虽然现如今还在休养期 不过从他现在的状态来看 他的恢复情况良好 已经能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了 这女士在里边这个当时就是不想去做这个手术的时候 您的这个想法 说这个胆囊既然有这个器官就应该是有用的 但是我们也时常会听到很多的人在讲一个观点 就是胆囊没关系切了就切了 所以现在我们问问这个理主人吧 跟我们讲一讲 就是这个刚才志女士也认识到这个问题 那胆囊切除到底会给人带来怎样的危害 这个胆囊呢也是刚才说是人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 如果它是出现胆脚痛 那么这个胆囊没有功能成为一个病兆的时候 那么一定要是把它切除 如果这个胆囊有功能 那么我们就说能够保留的时候 也要想办法给它保留住 那切除胆囊呢对人体还是有很多方面的影响 比如最常见的这个胆囊切除以后 病人的这种消化功能会受到影响 它有消化不良 腐胀腐泻的症状 那么尤其是进食脂肪以后 这种症状呢会更加明显 还有一些研究 就认为呢就是说 胆囊切除以后它会影响胆质栓的代谢 可能会和大肠癌的发生率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我在这方面呢 我们也有一些看法 就是说如果这个胆囊功能特别好的时候 如果被切除可能会影响更大一点 就是说如果这个患者之前这个胆囊的功能特别好 然后如果切除了以后 反而会对它带来的不利的影响会大 是这个意思吗 应该是这样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智女士刚才提出来这个还是有道理的 就是人身上长的这个各个器官 它都应该是有作用的 刚才我们看短片的时候 智女士讲了说 一开始是拒绝这个胆囊切除手术的 但是后来见了李主任之后 沟通以后 您又做了一个手术 而这个手术不同于我们所传统认识的那个胆囊切除手术 是一个新的手术方式 您现场要给我们讲一讲 演示一下 大概演示一下这个手术这个新的方式 就是您所做的这个方式 医术人来给我们简单的演示一下 让我们比较直观的感受一下这个手术的方法 好吗 其实我们实际操作的时候 我们的设备加上操作都要比它复杂和精细的多 我们今天先通过一个简单的方式 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是如何从胆囊内通过微创的方法把节食取出来 好 我们带来两样道具 这第一样的一个道具呢 它这个形状呢 非常像我们这个胆囊 这是胆囊的底部 这是胆囊的颈部 那么胆囊内呢 有一枚节食 好 这个第二样道具呢 这是一个取食的网栏 这是我们取食用的专用的网栏 它可以张开 张开以后像网一样 我们就把这个石头网在它的中间 然后我们就通过这个网栏 讲胆囊内的结石取出 如果胆囊多没结石 我们就重复这一个步骤 直到取镜为止 下面呢 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方法给大家展示一下 让大家呢 有一个直观的一个印象 我们通过微创技术 然后在胆囊底部 开一个小口 然后我们把这个网栏 通过这个胆道镜 然后进入到这个胆囊内 然后张开这个网栏 抓住这个石头 大家看 这个石头已经被牢牢的抓住 这样的话慢慢的 把它从胆囊内取出 就完成一个这个取石的过程 明白明白 如果是多没结石呢 我们就重复这个步骤 直到把取石取镜为止 无论什么病 其实都是最好能够做早发现的治疗 都是会有比较好的结果 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 知道了这个胆囊对我们人体有多么重要 下面我们要请专家来跟我们讲一讲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该如何养护胆囊 来保护它 首先要合理的膳食 要多吃富含维生素A多的食物 比如说绿色的蔬菜 胡萝卜 番茄和白菜等 多吃一些水果 像香蕉 苹果等 忌胆无存较高的食物 蠕动的心 肝 脑 肠 包括像蛋黄 松花蛋 鱼子 巧克力 这个要既吃 既吃高脂肪的食物 比如说肥肉 包括油炸食品 也不应该多吃 另外呢 注意饮食安全卫生 定时定量 要吃早餐 不可空腹时间过长 既暴饮暴食 因为暴饮暴食呢 会促使胆汁大量的分泌 而胆囊这个强力的收缩 又会引起胆囊炎 局部脚痛 另外一个就是 要经常食量的运动 避免像刚才片子中说到的 长期的坐姿 避免过度劳累 另外就是 要有一个好心情 情绪稳定 避免过度过劳 过度紧张 那这是一场中 我们需要注意的 一些养护胆囊的方法 今天我们在这儿 听两位专家 给我们讲 有关胆囊方面的 各个方面的知识 我觉得可能大家 应该和我有一个 共同的这个感受 就是两位专家 重复率最高的一句话 就是 对 吃早餐 所以我们用掌声来 感谢两位专家 谢谢 好 也谢谢我们健康卫生 咱的嘉宾朋友 谢谢大家 谢谢 再见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